KBS2正在热播的新水木剧 就算死也喜欢 用异作《我的老板每天死一次》 改编自《同名网慢》 是一部以超现实事件为噱头的职场歪歪协份剧 饰演男二的孔明在上周四遭遇车祸 当天深夜剧组结束了人串的拍摄 演员们各自乘坐保姆车返回首尔 途中孔明的保姆车与其他车辆相撞 侧翻后撞烂了路边的护栏 车身全毁 孔明面部受伤 索性不是非常严重 后搭乘同剧主演将之换的保姆车 复兽而就医 经治疗后以返回剧组继续拍摄 车获现场触目惊心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